赤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穷炉 笼盖四雅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现牛羊 镜头中与女儿一同朗诵赤勒歌的郑景文来自台湾 而她的爱人胡妮娜来自湖南 因此她们被称为两岸家庭 如今这一家人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这里的两岸家庭为数不少 近日记者走访了一些定居在呼和浩特的两岸家庭 并用镜头记录下她们在北疆青城的生活点地 恰逢周日 郑景文一家人来到位于市郊的野生动物园 平时女儿学业繁忙 郑景文与爱人也忙着工作 只能在周末抽出时间满足女儿看大熊猫的愿望 一 二 三 好的 随着快门声响起 一家人的团聚画面被定格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 王东拨通了爱人余可欣的视频电话 他们相隔两地已经八个月 啊 想我了 是啊 从事旅游行业的余可欣2009年与王东相识 并远家到呼和浩特 今年年初 回台湾探亲的她受疫情影响 与爱人分隔两地 即使他们彼此不在身边 也互相关心 台胞杨子杰与爱人王颖是此次受访家庭中年龄最小的一对 他们的儿子也刚满13个月 六年前 台胞杨子杰和呼和浩特姑娘王颖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相识 婚后 杨子杰考虑到王颖是独生女 而自己还有哥哥姐姐可以照顾父母 最终选择与爱人定居在呼和浩特 我来这四年多了 我感觉整个说当地的人对我对我们都真的挺热情的 人帮忙就帮忙 大家互相帮助 大家对我挺好的 刚开始来的时候特别新奇 生活到25岁也没看过个雪 说实话来这也一个新的一个体验 然后在生活的方面也挺便捷的 网络上那个互联网这种感觉也挺方便的 忽视这边跟台湾那边的吃饭的口味我觉得差不多 所以我老公来这边他生活上也没有什么不适啊什么 我觉得他来这边也能长久待下去的原因 这对小夫妻刚过尔利之年 一同打理着家中的生意 生活安逸幸福的他们 不仅见证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 也对未来有着一份属于这个小家庭的期许 就是两岸就是经济贸易这方面还是稍微更顺畅一些 说不定我们将来规划也能从事一些贸易的一个工作里头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那个两岸的这个飞机可以更通畅一些 这样对于我们的小家庭和我们背后的大家庭来讲呢 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生活上的交流 然后互相的来往啊 也可以更密切一些 画面转回台胞郑锦文一家 从野生动物园归来后 他和爱人紧接着要送女儿上舞蹈课 为练习中的女儿拍了几张照片后 郑锦文从教室中退了出来 夫妻二人要利用这两个小时 到附近超市购买一家人下一周的食材 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周 早起的郑锦文要为女儿准备早餐 在等待妻子为女儿梳妆完毕后 一家三口简单吃了早点 接下来他要送女儿到学校 送妻子上班 还要赶在九点前与岳父赶到自家的眼镜店 两岸家庭在呼和浩特的日子 看起来都很平常 而作为普通人 这样平凡而又充实的幸福生活 正是他们的追求 我老婆相夫教职 然后孩子也听话 整个一天下来就是平平顺顺的 现在就是感到很满足 很幸福 我来到呼和浩特这里 就过得很平安 所以我是很爱我的 家庭我也爱复和浩特